好 另外来关心的是台湾的饭店业 能到已经进入太旧换新的时代了吗 最新公公局全台湾饭店前三季的营运统计出炉 包括了像是综合住房率还有平均房价 两项指标的评比结果 结果这一次呢 商务饭店的排名是由台北的W饭店夺下第一名 而至于呢 韩社爱美则是第二名 至于呢我们来看到包括呢 才刚刚成立满一年的大仓九合饭店 则是以黑马之姿拿下了第三名 你看得出来目前前三名是全部都由饭店的新秀所囊括 而且呢原本远居前五名的传统饭店霸主 像是包括了台北金华跌到第七名 喜来丹跌到第九名 而至于呢西华的部分呢也跌到了第十名 看得出来现在国内的饭店业 似乎进入新一轮的交替时代